要是想吃西红柿鸡蛋面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家里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种做法 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西红柿 去除西红柿的根部 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西红柿切块切得小一些不要太大 再洗干净的大葱 顶刀切成葱花 碗中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葱花炒香 倒入打好的鸡蛋液 把鸡蛋完全的炒熟 鸡蛋块炒得小一些不要太大 下入西红柿 烹入少许的鲜味生抽 倒入半碗清水 下入精盐增加底弯 小火慢慢炖至三分钟 把西红柿炖至软烂 下入鸡精增加鲜味 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增香 做好的西红柿鸡蛋串 浇在煮好的面条上 一道非常美味的西红柿鸡蛋串面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这些情形成长